新加坡莲花至善 莲花至善 弟子莲花至善和家人顶礼师尊 如果弟子没有把握能以密法成就 是否可以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异行道的方式 以阿弥陀佛的艳力来跳出轮回 祈求师尊慈悲引导感恩感恩 他这个问题很好 我们一般来讲修密教的必须要靠气 靠麦 靠明点 要深口意情敬 本尊相应 要靠着佛 要靠明点 你身体没有明点了 活水都没有了 脉也不通了 你那个脉早就枯萎了 全身的脉早就枯萎了 你身体已经残破了 灼火也生不起来了 明点也几乎没有了 这时候叫你修明点法 修灼火法 修开悟轮 太辛苦了 你如果 依净土宗的修法 想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我常常 我们常常念的 用唱的 用念的 或者用一般的念佛 持名 都可以 要唱的 对 Nam Mo Amito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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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唱的也可以 要快一点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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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 m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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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a , mi , yido , o , o , fó ,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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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可以唱得慢一点 也可以唱得快一点 也可以指持明 每天我早上起来我就开始念佛 什么念佛 我在扣牙 运动牙齿的时候 一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二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三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一二三四五六 扣字三十六通 我就开始念佛了 我在明耳骨的时候 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二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三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四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五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六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七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我就开始念佛了 我就开始念佛了 早上起来我就开始念佛 明耳骨也念佛 做三十下的福利挺身 也念佛 我也是一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这样的念佛 我晚上摩擦自己的腰的时候 也是念佛 全部都是念佛 我还是在做净土中的念佛 所以你确实不能够修内法 那你就念佛 你说 这个阿公阿阿嬷 他们气脉都已经很衰了 都已经很衰弱了 你叫他勉强修内法 修不成 那只好念佛 求往生 到了你临终的时候 你也念佛 一心不乱 阿弥陀佛经里面讲的 你临终的时候 七日念佛 你一心不乱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势执菩萨 这现身在你面前 把你接引走 就成了 七到那边 你再好好的 到了净土 再好好的修行 非常好 这个弟子问得很好 我们蓝行道 我们也修 异行道 我们也修 都会有成就的 师生不是修了密法以后 就把这个念佛 净土中就忘了 禅 净 密 立 全部都在里面的 这四大众派 禅宗 净土 立宗 密宗 都在里面的 谈 净 净土宗 禅宗 净土宗 立宗 密宗 都在里面 你跟什么友言 你就修 怎么样子的法 因为比较困难的 是密教 比较异行的 就是净土宗 师尊还是修净土 便没有把净土放掉 阿弥陀佛 师尊的本尊 是阿弥陀佛 那么 本尊 又是地藏王菩萨 本尊 又是姚之金母 我每天晚上超度 所做的 就是姚之金母 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大世日菩萨 这几个祖尊 都是我在修的 所以修净土 也是非常好的 以前 我曾经 在那个 太西纪念馆 听李秉兵兰老师 讲大世日菩萨 念佛言通章 另外 任元经里面 一样有提到 这个 所谓念佛言通法门 文诗 文诗念佛言通法门 都是非常重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